自我陶醉 从前有一个住在乡下的青年农妇 有一次他到城里去游玩 无意中他看到国王的女儿长得非常美丽 可说是世上罕有的 他回来以后整日整夜都在想念她 可是想不出好方法能够和她交谈一次 于是弄得她面色憔悴 害起相似病来倒在床上 病室一天一天沉重起来 她的父母和亲戚朋友为她十分忧虑 就问她说道 你究竟为了什么事生起这样的病来 她老实地回答道 我那天看到公主美丽极了 很想和她交谈 可是不能满怨 因为我日夜想念 忧愁成病 如果不能得到她 我一定会死去的 她的亲戚和朋友就安慰她 说道 我们当为你想办法 使你得到和公主交谈 你可放心 切莫再忧愁了 这个年轻人听了很高兴 过了两天 她的病就好起来 于是她的亲戚朋友就再骗她 说道 我们已经替你想了一个方法 但现在公主还没答应 她一定会答应的 我去叫她 她一定会来 这个农夫就被一切美丽的谎言 骗得心花怒放 这虽然是假的 但她并不自觉 世间的一切本来都是虚假的 但众生受了这些虚假的欺骗 还自以为乐呢 这个故事啊 就讲了人的本性 现在人啊 都是假 自己看不清楚 看不透彻 又喜欢执着 我贪称是十足 当我们贪欲的东西得不到的时候 就开始啊 产生烦恼 那么 世间人就开始骗她了 用种种谎言告她 让她以为啊 能够获得 于是呢 这个人就高兴了 因为什么呢 骗她的人啊 顺着她的心意来说 让她呀 以为能获得 以为能满足她的欲望 她就希望和这些人在一起 有些人呢 是真被骗了 有些人呢 是 明知道被骗 但是她也愿意被骗 她心里啊 清楚得很 因为她有自己的目的 这叫 揣着明白 装糊涂 因为她有她自己的目的 但是世间人啊 都被世间的假象 蒙蔽 能 形悟 无非是被这种情况蒙蔽 或者被那种情况蒙蔽 被这些人 影响 或被那些人影响 这些啊 都是世间的虚假 我们看看这个世间 到处都是 各种各样的事情 有的很兴旺 有的呢 被破灭了 一会儿呢 又搞出无数的事情 反反复复 反反恼恼 一会儿高兴 一会儿哭哭啼啼的 不能让自己啊 从迷雾中 行物过来 所以我们这个世间 人生的一切啊 说实在话 都是自我陶醉 都被周围环境影响 被骗了 唯有什么呢 唯有学佛 唯有努力 真正从迷雾中 醒来 获得大自然 能够看穿 一切真相 这个时候 我们才能啊 真正的快乐起来 所以 建议大家 一定要 依教奉行 如说修行 常识精进 不要懈怠 修行中间 也不要被 这样那样的事情 迷惑了 以为 自己对了 以为 别人说的对了 其实都是错误的